如果老师您的上课模式可能会开很多来源 我们刚刚比较单纯就是 我的上课的内容就可能是来自简报就这样 可是有些老师可能我一下要上网 一下可能开Sale 一下可能开这个简报 您会有多个 来源需求的时候 那你用这样方式就比较辛苦 因为你一定要把所有你会用到的事要考虑到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用比较单纯的 来源方式就是用哪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是用视窗截取嘛 这个我就先不要 关掉 或者把它删掉 你看下面这里 它其实有一个 叫做全都录 四人四气截取 也就是你在荧幕上出现的我通通抓下来 就跟我们刚刚跟老师提到的 跟那个远距会议的时候 共享桌面 跟那个道理一样 反正我在荧幕上出现的我通通都把它录进来 那您再来决定说 哪些东西 我要怎么切过去就好了 当然 这种方式也很适合就是 你有双荧幕的时候 我有两个荧幕 我可以自己决定我哪一个荧幕出去哪一个荧幕 不出去 这样就很单纯 那我们现在只有单一个荧幕就没有这个 这种选项 我把它按一下 好 那当我按下确定之后呢 你会看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有没有 这个我们 写成是最怕这种 叫做无限回圈 因为 我又出现在里面 里面有另外一个我 又出现在里面 但是呢 没有关系 你把它按下确定 我一样的方式 把按下录影 开始录制 这个时候呢 只要在我荧幕上出现了任何的东西 它通通都会怎么样 录到我们的那个影片里面去 所以 你如果有出现在里面 当然也会录进去 来 我把 那个我叫出来一下 在这边 被挡住了 好没关系 回头 所以当我在操作这个内容的时候 现在就一样在录影 好就一样在录影 好 所以 如果我觉得 差不多了 诶 已经 讲到一段 我就可以来这边 再把它停掉 OK 现在 我把显示器 对我刚 因为放在最上面 所以没有让它 让我的头出现了 OK 来这里 把它重新封装一下 清除 再找到 第二段 我们 OBS 它录影的时候 预设的档案名称 会根据日期跟时间 所以老师您在看那个档名 就会比较清楚 它的那个 录制的顺序 好OK 这里好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像我们一般 录影软体那样的概念 好你看 打开 这个时候呢 只要在我萤幕上 全都录 有没有这样全都录 对不对 如果我在操作这个内容 这样就OK啦 所以也是可以 所以这个看老师 那我们 用这种方式录呢 就有一个 要注意的 就是什么 前面和后面是不是要剪掉 那个啊 那些画面啊 OBS 它目前 唯一的缺点就是 没有剪接功能 所以我们不是有 早上有安装另外一套 Active Render 就是用那一套 所谓的数位教材 制作软体 来协助它 帮我们做剪接 因为OBS 既然没有剪接功能的时候 我们需要它的帮忙 这样老师OK 可以喔 好